可能成局呢 旋戰倒數黃山山端政策牛肉 大談健康城市 串聯小機將啟動自行車 由台北活動 即便事隔一天 再聽到日前中廣集團董事長 趙少康建議藍營 棄新竹保台北這一題 黃山山難掩怒氣 有問題的人才會真正拿出來 做赤裸裸的政治分贓 甚至自己用大辣辣的政治分贓 赤裸裸的公開的叫囂 這件事情 蔣萬安先生你同意嗎 如果你不認同 你是不是要出來譴責 這樣低下的政治操作呢 要求對手蔣萬安表態立場 但先前選情被形容成麻花卷 現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又形容北市很明顯有氣保效應 市長當然他會有他自己的意見跟評價 但是我覺得台北市 整個選舉來說 因為兩黨都在想要操作氣保 做的民調還有根據 相關媒體的民調 其實目前我們都是作惡妄一 大概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就這個部分也不需要特別去 故意去做宣傳 有信心強調民調作惡妄一 而上個月30號 黃山山造勢活動上 三位時代力量議員候選人 現身台下力挺 加上先前黃國昌曾表態支持黃山山 南部城主持黃白河立抗蓝綠 我們歡迎所有的朋友們 都一起加入我們這樣子的 所謂的我們希望跨長開股合作 時代力量表示 這是候選人個人意見 不論小黨是否能成為助力 但因為選情緊張 藍白在竹北局勢詭異 也難怪黃山山氣鬥痛批 震子分贓 三位時代力量表示 這是候選人個人意見 但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